大家早,主席科普警察部长 李部长 陈委员早 部长早,我想接续刚刚林委员讨论的议题 刚刚部长讲了,说是现在呢 我们针对这个有逃漏税部分 关于医学界有逃漏税的部分的医院呢 进行在这个侦查的当中 那刚刚部长泄漏了一个讯息 让我去联想 您刚刚说,昨天报纸所登的呢 只是在做一个警讯 是一个辅导 希望他们重视这个问题 让他们能够诚实报税 那么让我联想到呢 像昨天我们所争议停征21年的这个证所税呢 要复课的这个复征的问题呢 昨天的这个报导 是不是也是财政部要去透露这样子的讯息 让这个人民呢 能够去适应,能够去调整 部长,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用意 我想这个议题,这一段多年来 大家都有不同的见解 有的希望说赶快来开征 确保租税公平 有的认为是有经济发展的角度 有不同的思维 所以这个东西一直研绎多年了 那正好因为我们这个礼拜 因为我们赴税改革我们要开会 那有个议题在这里面,大家把这个议题又特别再提出来 刚好这个讯息给发布出去 那我在此呢,也跟部长你得到一个共识 我们将来呢,我们就是说 不论任何政府的政策要实行 我想要具备先有一个充分的理由 那选对选对适当的时机 然后准备好完整的配套 在三个条件都 拒全之下呢 才好把这个消息放不出去 否则呢 在市场上 媒体上,大家一直讨论 反而政策会很难去实施了 那么针对这个题目 我也想要就教您专家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什么样子的理由之下 我们什么样子的立场 什么样是一个好时机 那我们先一点一点来 在什么样子的理由之下呢 我们能够呢 去说我们要再来附赠这个证所 当然我们知道了 我们是符合公平正义原则 那么有钱人 你赚的钱应该资本利得多缴 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也都晓得 但是以一个比较 能够强而有力的立场 部长你认为什么理由 或者是市场的理由 我们看现在经济景气的理由 有一个是什么数据 不是这个单日的成交量达到什么阶段 或者是指数达到什么阶段 景气指数达到什么阶段 部长就叫您在一个什么样的事 一个适当的时机跟理由 对我们说明 我想这点给委员报告 事实上就我们先从几个层面来看 这件事情 因为它是所得税的税系 在所得税的税系 我们在考量政策面的时候 大概要去考量三个因素 第一个一定是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 因为有所得要缴税 这一点如果去落实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有所得就要缴税 另外一层面牵涉到经济发展的问题 投资诱运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环保永续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在 界定这个命题的时候 我们这三个层面都要考量一下 所以这个经济的问题呢 我想是所以社会大众呢 是最能够体切得到 现在是不是一个好事 是我们刚刚讲的三个条件之一 选择一个好的时间去发布 这是政策规划的内容 刚刚您提到的 这个我们官员做事情 在这一个讯息上面 在这个发布政策的上面 确实非常需要这个敏感度 否则你看看 我们现在分析 我们还有我们以现在的景气 还有多少有多少能量 像19天像以前一样 19天无量的下跌 我们有多少能量 能够一日降适程 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必须谨言慎行 非常慎重 OK 再来我是不是也再请教一下 我们争据这个99年度的 这个股息红利 我们财政部 所投资的盈利单位里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财政部 转投资脚库的那个脚库数 从这个这个我们那个 民营化的银行赵峰 赵峰占营财经资讯 第一核库 关吧其他两家企业 总共呢我们减 减列了减列了差不多 减列了差不多有18亿 有18亿 那么呢这个减率呢 是将近的40% 那么我们看到了 比这个前年97年的决算数呢 甚至还少了19亿 我们现在拿出这个数字 来检讨 我们现在财政部 所投资的这个事业呢 是节节的下落 当然因为金融风暴 金融风暴 所产生的我们的营业不利 也是我们非战之罪 但是部长 我现在再来这里呢 特别的要来提醒部长 我们不晓得 在这个这个绩效不脏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所属事业单位呢 有没有编列绩效奖金 绩效奖金有没有正列的部分 因为在事业单位 它编列方式跟我们是不大一样的 我们一般公务机关 它是年终奖金1.5个月 这个是 另外一个还有考基奖金 这是一件事情 那在事业单位 是看它的绩效 然后做一些奖金 这个基本上假设不一样的 那当然绩效奖金 顾名师一定是看它当年都的 盈余的状况 个人表现的状况 有不同的算法 这个都要回到 各个公司治理的 这个制度之下去运作 我们也请部长 请这个署长 特别注意我现在所 因为现在我们对各部会 对于投资事业的 所属事业的肥猫的议题 双心的议题 我想民众一直不能去谅解 我也希望财政部 不要有这些事情的发生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我也希望我们财政部能彰显 能彰显符合社会大众的期待 我刚刚说过了 这个营运不佳 我们这个金融行库呢 这个营运不佳呢 我可以讲说非战之罪 但是在这个时机之下 我希望呢 不要有所谓的 绩效奖金的出现 或者是我们能够 微调往下降一遍 然后呢 来符合这个大众的期待 部长您认为呢 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示范 这个委员跟委员特别报告 因为我们这里所投资的是 民营的事业机构 这是部分公股 这是第一点 它实质上是属于民营事业机构 民营事业机构 最重要就是绩效的问题 绩效好 奖金多 绩效少 这个奖金少 这是必然的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啦 我们绩效都下降了啊 下降了将近的40% 可以领到的绩效奖金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 也一个示范的动作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一下 这是我的建议啦 没有错 这个到99年底的时候 他们执行情形状况 他自然会做一个必要的调整 是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到啊 现在看到我们这个 这一个财政部所属公营行库 这个脚裤啊 的这个状况 延续我们刚刚的议题呢 这个脚裤呢 我们民营的机构呢 减少脚裤呢 将近18亿 那么呢 我们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这个公股的银行 台银土银呢 就却需要增加脚裤45亿 那么我们这个中央银行 最大宗的增加脚裤 330亿 是史无前例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也想请教 央行 彭总裁 台银这个张董事长 以及图云王董事长 三位有没有要说 有话要说 如果有话要说 也请上台 有没有觉得不公平 还是你们觉得这样子 财政部这样子的要求 有没有比较不公平的地方 有没有话要说 没有的话呢 那么我也请教部长 部长 我们公营事业 民营化是现在世界的潮流 那么呢 那个目的呢 就是要破除整个公营的 这个沉重的包袱 然后呢 能够提升这个绩效 您刚刚也提到 但是我们发现 现在财政部 是不是有这个 逆向操作之险 你要在增加 他缴快税负 是不是又增加 他这个负担 那他这个钱 绩效又减少了 这个钱从哪里来 那么是不是 有预计要出售土地啊 或者资产 我想这两个是应该 政策的运作是不冲突的 今天盈于角库 大家看绩效嘛 我们当然希望 我们的公营事业 或是投资的 工股民营事业 都能够绩效高 绩效高角库盈于多一点 这是必然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至于 民化它是个手段 是个过程 它不是目的 所以这两个不冲突 只要能够对国家的财政有贡献 对那个事业机构的经营 能够发挥重效 那我们希望说 能够朝着尽量的 民营化的方向去走 让它的效能够提升 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呢 以上呢 本席呢 提了几点 希望财政部 再做多做考量 深思疑虑 有一些需要去 我们在 这样改善的地方 也请财富执行 谢谢 谢谢 我们一定尽量改善 谢谢 谢谢